神經病啊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想必大家去燒烤湯都一定會點一個東西就是烤生蠔 我曾經真的有想過直接把燒烤湯的所有生蠔都給買光 就我一個人在那裡吃 那該有多少 不過我發現 我做不到 因為真的太貴了 燒烤湯那賣的生蠔基本上都是一打 一打根本就沒多少個 就要賣二三十塊 所以你想要吃過癮 沒有上百塊下不來 所以我就自己買了生蠔 我買的是五斤鮮活的生蠔 不過我剛才停止的時候好像已經死掉了 在嗎 在 這一次我估計都已經死敲敲了 所以我們要立刻搶救一下 下油 蒜末 鹽巴 醬油 攪拌一下 出鍋 超香 看一下蜜汁蒜蓉醬 為什麼這次我沒用蒜蓉醬呢 你覺得是我變請熬了嗎 不 我只是忘買了 現在我們來開生蠔 這不知道怎麼開呀 哇這怎麼閉得這麼緊啊 這麼難開嗎 找了一個小皮刀 因為這麥家沒有送好刀 所以很難開 我放棄了 換一個人哪 不能在一條路上卡死 一條路不行 就換一條 這殼都給我開爛了 要成功了 啊 這個生蠔告訴了我們 無論前方路段有多麼坎坷 無論前方路段有多麼難走 只要堅持 就一定有機會 加油 你也可以 跟我一樣 開生蠔 喔這是美食節目 我們馬上切換回主題 終於都打開了 這麼小一個 這聞起來的話 沒什麼味道 稍微有一點點心吧 應該還是挺新鮮的 這個好像不知道開了我多久 加速 對不起燒烤店老闆 你們賺的都是手工費 這稍微有半開口的生蠔還好快一點 像這封的濕舌生蠔 讓我插進去都不行 人啊 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 一條路走不通 我們就要換一條路 像這種使命反叛的生蠔 我們就直接丟過裡 像這種乖乖束手就勤的生蠔 我們就要獎勵塔點蒜蓉 我先拿一洗一下 這兩分我都清洗好了 看這一盤生蠔 清洗完就只剩這麼一點肉了 這生蠔買太小 真的這麼一點肉都不夠塞牙縫 把蜜汁蒜撒在好上 撒完以後上鍋 水開大火蒸10分鐘 本來我是想用烤的 但是你沒有燒烤它那種炭烤 你還是烤不出它那種炭烤的味道 所以我們用蒸的 蒸好了蒸好了 香香香 香到我想放筆訣 先來嚐一下這個蒜蓉生蠔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因為這肉太小香 看不到什麼肉 我這個蒜蓉醬一流 我感覺好像在尺寸 感覺沒有吃到生蠔肉 這生蠔肉怎麼說 感覺沒有三倍肉爽 不過它肉還是比較類似於那種三倍的 不過它那個倍座沒有那麼大 真的小生蠔吃的一點我不過癮 不好吃不好吃 不好吃 真的小生蠔不好吃 大家要買生蠔還是要買大的 中小的不行 肉太少 感覺都在吃蒜一樣 看這個肉就這麼一點 哇塞 這個大殼上面還有兩個小的 還有兩個迷你生蠔 一家人要整整齊齊 這塊還是閉著的 估計應該是死的 我們把這幾個蠔肉拿出來 把這肉清洗一下 洗好了我們打兩個雞蛋 攪拌一下 加點鹽巴 黑胡椒 起鍋 下油 放蛋 哇是不是油太多了 煎好了煎好了 看到沒有 蠔肉煎蛋 這個麥相誰在敢說我不會做菜 吊起來打 來嚐一下這個蠔肉煎蛋 雖然我不清楚這做法對不對 不過這個全部憑想像做的 人做成這樣我覺得很不錯 味道有點大 加點老乾嘛 看到沒這蠔肉 不配你們真的好吃 我這雞蛋煎的就像那種蛋餅一樣 再加上裡面那個蠔肉 吃到一口咸咸的 再配上這個雞蛋脆脆的 特別香 哎 最後一口 太香了 沒想到我這廚已已經 上升了一個檔次 太好吃了 不騙你們真的好吃 五斤生蠔 簡簡單單 不過要做蒜蓉生蠔的話 真的還是要買大蠔 這種小蠔弄蒜蓉我就覺得不太行 弄煎蛋的話我覺得剛剛好 特別棒 真的強烈建議大家可以買一點小生蠔來煎蛋吃 真的好吃 ok 那麼今天的視頻差不多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幫我點讚評論 幫我收藏轉發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